我們再做一個例題 這邊有兩個串在一起 然後請問你每個燈泡的電流 每個燈泡的電壓、電位差 還有導線電流 導線電流就是所謂的總電流 就是所謂的總電流 OK 特的例題所以比較簡單 怎麼做 你看你想要先做誰都可以 你可以做誰 因為你有1歐姆跟2歐姆 所以就有什麼 你就會有總電子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有總電壓對不對 你就可以求總電流了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方法 或者呢 你可以什麼方法做呢 因為我們的電流一樣 所以電壓會跟電子成正比 你就可以比出來1歐姆的電壓多少 2歐姆的電壓多少 然後每個電壓都知道 再帶進去R等i分之力 就算出每個電流會有多少 或者你就不要算 不要算那麼多 只要算一個就好了 因為它是串零嘛 所以總電流跟分電流會一樣 就解決掉 好 我現在是各 用所謂的串連想法 各燈泡就是總電流 就是每一個都一樣 就是每個電阻都一樣 所以要算總電流 請用總電壓 請用總電阻 總電壓知道是1.5伏特 但是呢 你沒有總電阻 每個電阻都告訴我 都可以求總電阻 它串連嘛 所以相加 所以總電阻是3歐姆 好 你就帶進去 R等i分之V 算出來就變成0.5安培 這叫做總電流0.5安培 我是串連 所以總電流等於分電流 所以每個都是0.5安培 所以1歐姆的也是0.5安培 2歐姆的也是0.5安培 好了 都有完以後怎麼辦 我還猜一個叫做 燈泡之間的電位差嗎 然後剛剛講話 你可以用比的啊 你可以不要比啊 然後你可以 每一個燈泡 這個燈泡的 這個燈泡的電阻 這個燈泡的電流 去求這個燈泡的電壓嘛 還是R等於i分之V嘛 V等於R 所以 我們就算是1歐姆電壓 1歐姆的電阻 1歐姆的電流 去算1歐姆電壓0.5伏特 然後用2歐姆的 然後2歐姆的電阻 2歐姆的電流 去求2歐姆的電壓1.0伏特 算了 就可以了 解決掉 這是一個 剛剛在講解的過程 已經告訴過你 就比照剛才 說其實你有不同的方法解決 看你對哪一個 是比較能夠理解 能夠知道的 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